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说起KPL实力最强的队伍肯定会有争议 有人会说E-Star战队 也有人说狼队 但说到最差的队伍就很好判断了 比如B组的RNG战队 他们被RW下零封后已经惨到淘汰 成为夏季赛第一个被淘汰的队伍 RNG在赛季初本来状态还不错 拿到过两连胜 之后教练组上演一支操作 用新人把前程换了下去 结果就开始连贵多次被对手零封 展现出来的水平 甚至连B组都没有 后面再把前程换回来 已经于事无补了 RNG也算是一支老牌战队了 但这几个赛季一直在摆烂 深陷B组的泥沼无法自拔 之前Motion和6.6都在队伍的时候同样没用 这次被淘汰后 RNG将迎来8个月的长假 这么长的时间 重组一支战队绰绰有余了 只可惜KPL取消了升降级 导致一些队伍不思进去 真的该给其他队伍一些机会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RNG 成为首个被淘汰的队伍呢